诸位,你今天来,你要知道,我在这里不是要越学越多,内心里面记得,你今天来到文书讲座,是要越学越少,心中的越学越少,最好什么都没有,知道吗? 这个世间,贪潮一成,贪潮一物,就是心的累赘,唯物所累,一个颗粒为成,是空,一颗树是空,无量三千大千世界也是空,所以,什么是真正的写佛,记得真正的写佛,是把以前所拥有的,语言,文字,观念,不管你亲近哪一个法师,亲近哪一个道场,通通放,为什么? 绝对的心心,没有这个东西,六主讲,本来乌一物,何处惹尘埃,是不是?从四相来讲,你的欲望越来越少,你就迈向佛道,再来,你的心中挂爱越来越少,你就是迈向佛道,说我去年很穷,可是今年穷到没有利罪之地,这个就是路道,很穷,还有一个站立的地方,今年穷到没有利罪之地, 连站的地方都没有,所以,佛所说的法,其实在前世无法,佛所说的法,都在前世无法,因为所有的法,都是以前文字的东西,这些一切法无声,那种正量境界,入于清凉解脱的心境,这些三藏十二部经典,都是多余的,三藏十二部经典,就像一只拐杖, 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没办法走路,要靠一只拐杖,当一个人,开悟见性的人,那就是心灵健康,这只拐杖就丢掉了,以前文字就抛开了,所以,三藏十二部经典,所以让你越写越少,不是越写越多,心中啊,心性啊,越写越少, 越写越少,就不为物雷,不为观念所卡死,卡死,所以啊,有一个人啊,就看到某一个团体,他说,念一句佛号,送一部经典,然后,看看那些,有时某些修行,还是修得很烦恼, 那我的徒弟就告诉他说,那你啊,可以看看我们上人的,参考一下,没关系,没有什么妨碍吗,参考一下,看看我上人的,可以在心心上下一点功夫,因为他看到对方刚才修得很烦恼,然后对方就说了,那慧立法师,是佛教的门外汉, 他说,师父是佛教的门外汉,因为他们那个,完全是装弓的,那么这个事情啊,这徒弟啊,就反映给我,知道说,哎呀,我要劝他们看看师父的光环,也不是恶意, 他说,这个慧立法师根本就伏教的门外汉,我说,哎呀,他讲对了,他说,哎呀,师父,你怎么这样讲,我说,我连内都没有哪来的外呢,外师对你讲了,我对他才讲对了,我去门外汉,我门内也没有汉啊, 外师对你讲了,我一点都不会生气了,生什么气了,是不是啊,啊,我说他讲对了,我连内都不安了,哪安的什么外呢,是不是,这个就是, 一个人啊,心境啊,也会差距很大的,我认为这个对的,我记得是宇宙里永恒的真理,这是了生死的真理,我够资格去排斥别人,我认为这个法是永恒的真理,所以我把这个法定到最高的,那么其他东西都要低,这个叫做不了解,是法平等,无有高下的道理,所以凡是听师父的法的,记得要有绝对的包容,记得容纳更多的烟善,要尊敬每一个人, 要尊敬每一个法师,要尊敬每一间道场,要尊敬每一个宗派,这个才是佛陀的弟子,对于不相应的,不谈,对理念不一样的,我们互相包容,记得相忍,为佛教,互相容忍,是为了什么,是为了这个佛教,观念不一样的吵起来了,是不是,那有一个局势就是,我们啊, 因为他专攻一个老法师的思想咯,他就说,我们要把他串联起来,我们要安徽呀,上海,北京,我们要把魏力法师的光盘全部烧掉,要不要把我的光盘全部烧掉,那如果我也像他这样子,我也串联起来, 那这怎么办呢,那这佛教怎么办呢,那师父他说,把你光盘全部烧掉怎么办,我说,那我们再磕就好了哦,就这么简单哦, 我告诉你,明眼能知之正邪了,不是你在那边一直吹,一直嘘,嘘,嘘,夸大其词,就是这样子的,我告诉你,高人很多, 你不要做评价的,哪一个人谁是证实是写,是有评断的,不是活在自己的感觉良好就好了,然后我感觉我自己是唯一了生死的正法,大家通通要这样子一句佛号,搞到死, 我不反对烈佛,也不反对诵经啊,不反对的,我们尊重啊,对不对,尊敬你,比如说,啊,但是佛法,究竟处在哪里,是不是把它体认,一下比较好呢,修行起来比较没有障碍呢,所以真正的佛弟子,他有绝对的包容,绝对的包容,绝对的慈悲, 他知道不同的阴生,这个世间本来就存在的,不存在不同的阴生,哪叫做说佛世界呢,大家通通声音都跟我们一样,那我们向谁学习呢,这个世间没有历境,哪里找得到善知识,大家都是摇为,把你奉承,都赞叹你,我们没办法成佛的,十方诸佛以苦为良师啊,逆境是真上缘啊, 所以记得,有人赞叹你,还得偶尔出几个骂骂你,萧萧斋,你的心才会光明的。